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名推着婴儿车的女子难言心里的悲伤 她很快就要走到一个噩梦般的地点 那是2016年11月11日 当时她推着女儿妍妍 从隔壁的超市买尿不湿出来 打算回家 就在走到这个位置时 她发现孩子有点不对劲 这张照片记录了孩子当时的样子 头部突然出现很大的肿包 严严的母亲说 女儿并没有放声大哭 只是不住的小声抽泣 但是她就这表情挺难受的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早上推女儿出来 一路上都是好好的 突然变成这样 严严的母亲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而接下来听到的一些说法 让她感觉情况不妙 严严的头部越来越重 她的母亲惊慌失措 围观的群众越聚越多 在七嘴八舌的讨论声中 她听到了这样一句话 她听到去楼上跌个东西下来 打到不小心打雨风上还是空调上 跌下来东西下来 从站到个吧 拿个上上 出事地点紧挨着这家小吃店 老板说应该是什么东西砸到了严严 很快大家在小吃店一旁的这家发廊里 找到了一个铁球 大家都说孩子应该是被这个铁球砸伤的 可是谁都没有看到事发的瞬间 铁球究竟从哪里来没人知道 严严的母亲急得直哭 还是在围观群众的提醒下 严严的母亲才报了警 监控中可以看到警车来到现场 我们当时民警在现场看到小孩伤心比较重 然后我们就通过警车把小孩送到我们城区的中心医院 当时病人来的时候 他的左侧的尼部有视神室这么大的头皮血肿 还是比较大的一个血肿 成人的话他还是可以 但是小孩就很严重 11个月大的盐盐一直哭闹呕吐 医生说这是头部被砸伤后引发的 虽然看着没什么外伤 但内伤可能十分严重 必须立即进行手术 盐盐的父亲周玉也闻讯赶来 父亲想不到 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活蹦乱跳的女儿 几个小时后就成了这个样子 盐盐出生于2015年11月18日 再过一周就是她一岁生日了 家人还张罗着给她买了新衣服 父母说孩子特别乖巧可爱 也很聪明 已经在大人的怀抱里牙牙血雨了 如今伤在孩子的身上 痛在父母的心里 当时盐盐的母亲几乎晕倒在医院里 人事不知 父亲的内心还抱着一丝希望 因为进手术室之前 女儿还和她有过眼神的交流 她这样表达嘛 给她小供嘛 看到她的眼神是无人为力 抢救师门口我带来想 我那个她是个师门人 我带来养她一回一次想 医院里孩子被紧急地救助着 与此同时 民警也回到了事发地进行勘查 他们判断 盐盐一定是被重物砸伤的 而在现场的重物 只有这么一个铁球 初不确定惹祸的就是它 至今是5厘米 重量是250克 它是一个健身铁球 这是一种健身球 一般老年人使用较多 不少杂货店都能买到 问题是 这个杂到盐盐的铁球是从哪里来的呢 民警首先想到查看监控 事发地被大树挡住 相当于是监控的死角 现场正好位于这家小吃店门前的人行道上 根据盐盐母亲的推断 女儿就是在这家小吃店的正前方被砸中的 后来铁球滚进了一旁的发廊 如果是自然坠落 那最大可能是从小吃店正上方的这一排窗户落下的 这是一座八层的楼房 坐北朝南 一层是小吃店 二到八层是民用住宅 而因为小吃店正上方这个单元的楼道没有窗户 那铁球就只能是从住户家的窗户掉落的 当天警方也将从二楼到八楼的七户人家 做重点的调查对象 逐一入户 调查工作在进行的同时 医院里炎炎的情况让人揪心 手术还没做完 医生就下了病未通知单 母亲的预感没有错 手术抢求最终没能阻止孩子死亡的进程 在父母的不舍中 炎炎停止了呼吸 死亡时间是当晚的20点16分 炎炎是周玉夫妇年过40好不容易得来的独生女 在父母的眼里 这是上天的恩赐 两人的手机里都有专门的文件夹 记录孩子成长的点点滴滴 这是孩子七个月大的视频 这是孩子八个月大的视频 就在出世前不久 周玉夫妇还特意带孩子拍了写真 他们本想把孩子的成长过程 一点不辣的都记录下来 可是现在一切戛然而止了 最难过的莫过于母亲 女儿出生后 她一直没再出去工作 就在家全职带孩子 因此女儿也是罪孽她 一时半刻见不着妈妈就会哭 原因都是我的名字 也是我的希望 我有好几次 我会想去找她 我不晓得我家宝货的大便是什么样子的 她这么小 几乎人家成为重点调查对象 你们去上面吗 就在这里 相同的地点竟然贫生时端 天降恨祸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几天后法医做出鉴定 盐盐是因为头部被高空坠物砸伤后死亡 现在周家人最想知道的是 这个铁球到底是谁家的 盐盐的母亲开始仔细回忆 事发时的种种细节 事发当天民警就调查了 从二楼到八楼的欺货人家 没有结果 之后 他们又入户抽血 采集了居民的指纹与DNA 看看能否与铁球上提取到的痕迹匹配 这是住在三楼的老人 他说 对于调查 他记得清楚 因为自己年纪大了 抽血一度很困难 这是住在五楼的阿姨 她说自家的窗户上搭了个花架 很难掉东西下去 后来警方通知他抽血 他也一直配合 很多人成了调查对象 一时间 居民楼内也是人心惶惶 六楼住着两个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 租住在这里的时间还不长 七楼住着一个康复病人 他说 自己每天都忙着做康复训练 听说楼下出了这种事 他十分难过 调查的过程颇费周折 经过一个来月 警察最终才将七户人家里 一共16个人的信息采集完毕 可是 因为铁球掉落后 被很多过路人摸过 痕迹被污染 比对工作进展的并不顺利 按理说 这种健身球一般是一对两个 应该还有一个 但是走坊中 这栋楼的居民都说 没注意到有谁玩这个 既然一时难以认定铁球的主人 办案人员就用了排除法 先将案发时 不在现场的人员排除掉 民警介绍 事发是11月11日上午近11点钟 当时有不少居民在上班 后来也大都通过单位 开出了证明 他有些确实开不出证明 比如没有单位那种 排除的方法并不能查出谁是铁球的主人 调查工作也就没有获得什么进展 时间就这么过去了 周玉夫妇的心情比刚出事时更糟糕了 他们原以为事情能很快水落石出 现在看来是想的太简单了 信心随着时间的流逝消耗殆尽 可是对于女儿 思念却与日俱增 12月11日也就是意外发生一个月后 周玉夫妇在事发地 给女儿办了一个小型的追思会 又印了一些这样的传单发给路人 他们想自己接着查找线索 虽然没什么确切消息 但周玉夫妇还是听说了一些情况 从这栋楼上掉东西下来 居民们早就不意外了 所以那天孩子受伤 他们马上有了反应 而且就在差不多相同的位置 还发生过类似十分危险的事情 十次了已经 那个黄老婆婆就上了一个砖头 丢下来落到个树子上 把一个老婆打个口口住 住院子住 我们长时间没找到人 就在这个门口一个圈层多了 我们藏了个一瓶水 就上了丢下来 把一个小米家当时打混的 接二连三从高处掉落东西 附近的居民都觉得 严严的遭遇并非偶然 周玉夫妇俩原本猜想 是不是谁在窗边玩的铁球 无意掉落了下来 但如果这栋楼里 常有类似的事故发生 女儿如今的不幸 就不是责任人简单的疏忽作之了 但对于这件事 警方最初定为意外事件 并没有刑事立案 而是成立了调查组进行调查 周家人提出疑问后 公安机关又进行了补充侦查 他们原先入户调查的 是正对着小吃店的7户人家 此时他们扩大了排查范围 警方进一步调查的消息传来 小区里的一些住户连连喊冤 紧挨着出事点的这四扇窗户 属于三单元第二户的人家 他们随后也成为调查对象 这其中感到最意外的 大概是五楼的老周夫妇 出事的时候 他们将房屋出租出去 就在事发后不久 租期满了 租客也搬走了 他们对这件事还一无所知 原来他在这个住 他可能受到调查的 因为那么久了 你们可能这个时期 有几个月了吗 一个月 一个月啥 他一个月 他只有一天 才只有两天 还是事后听社区的工作人员提起 老周夫妇才知道 居然发生了这种事 更意外的是 很快居民们从新闻上看到 周家人要起诉全楼 一些住户说 出事的时候自己根本不在家 后来也提供了不在场证明 惹伤官司简直莫名其妙 你又不在场的证据 肯定就没关系 是吧 但是我当时不在乎的 这个肯定对我们其他人 都用事都不公平 还有一些住户认为 尽管家里有人 但是后来也配合了警方的调查 说清了情况 没想到事情还不算完 你还在台湿上 叫我们去等他接的吧 你喊我来 我都喊我来调查 我都喊我调查 我都配合了你 对于大家的抱怨 周玉夫妇解释说 他们这么做也是无奈之举 迟迟找不到责任人 孩子死得可怜 他们必须得要个说法 本来周家的经济状况就不宽裕 这些年为了要上孩子 还四处寻医问药 欠下了好多外债 这回因为女儿做手术 又花了数万元医疗费 也没着落 幸亏周玉的一些老同学 送来些急救的钱 才补上医院的手术费 事发后不久 当地司法局联系上周玉 只派一名律师给他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 律师说 周玉的这个情况 即使没有刑事立案 找不到铁球的主人 也是可以打民事官司要求补偿的 关键是要告哪些人呢 就在准备起诉后 周玉夫妇听到了一些这样的说法 何律师一番商讨 周玉夫妇最终决定 起诉整栋楼 之所以选定这个区域 是因为这一排窗户的人家 都有可能掉下铁球 公安机关以前做出的这个排查 它是一个铁球直线落下来的状况 但是在不论明确实际清泉人的情况下 我们不排除两边的浮现 球落地的这个情况 就是那个杯子不遍不移的 正扎中我的那个左边大脑 意外受伤后 维权路艰难 都是个比个家人造成不行 和痛苦的事情 天降恨祸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好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刘凯湘教授 欢迎刘教授 刘教授您看这些案件 周家人要打官司 但是他们是把全楼人都给告了 他的这种诉讼合理合法吗 法律上是有依据的 这就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一种侵权的现象 侵权责任法第87条做了规定的建筑物高空发生这种抛制坠落物品 致人伤害的时候 要无法确定具体的侵权行为人 在这种情况之下有可能导致这种相关的住户来共同承担责任 他就有个概率就说 除非你能够证明你当时不在现场 盘处不了的 你没法证明你不在 那就推定你是在的 就都放在这个被告里面 当然还有一个去说 他有个合理的范围 比如说你是个楼的北边 这个下面的行人被砸伤了 你不可能找到南边的住户去 要不然不会的 至于说你这个 比如说可能是城租人 他出租人房东并不住在这个里面 这个时候被告就列成租户 他就不会列这个房东 那么这么多人被列为被告 他们的责任是怎么分摊的 因为虽然说他也无法确定 他的这个主观上有没有过错 他不是一个推定过错的问题 通常的时候他就是均分 平均的份额 他这个安分的责任 法律上称之为 好 刘教授 这些年来呢 因为高空坠物伤人的案例呢 是屡屡出现 而炎炎这件事情格外让人痛心 为什么一个小小的铁球 能够造成这么大的伤害呢 为此我们记者也专程来到了 四川大学力学实验室 请教了有关专家 贝老师 你看很多观众他可能不是很理解 他说我只是扔一个 看上去并不是很重的东西扔下去 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伤害呢 这个高空坠物产生的 对下面楼下物产生的 主要取决是三个要素 第一来就是说 我们从高空抛物下来 那么它到达地面的时候 会有很大的一个速度 比如说以10米高度抛 至于抛了一个物体 那么速度呢 大概在14米每秒 那么这相当于一个小车在市区的自由行驶的速度 第二呢就是说 由于它落下来和地面的物体发生碰撞的时候 这个时间过程非常短暂 一般都在1秒以下 第三呢就是说 和物体接触的时候 它的面积非常小 对物体产生很大的压强 综合起来这三个要素的话 就是看上去一个不太重的物体 但是我们从高处抛下来之后 对下面的人或者物体呢 都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破坏的这样一个效果 为了更直观地感受到高空坠物的危险 我们专门做了一个实验 为了做这个实验呢 实验室为我们准备了一个头颅骨模型 和一个和当时案发时一样重的铁球 250克半斤重的 那魏老师跟我们说 这个头颅骨模型是比一般人的头骨要在硬上结 是吧 对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铁球砸到这个上面 能产生一定伤害的话 那对人体的伤害就会更大了 就是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实验室的三楼 然后咱们来测一下说这个高度有多少 好吧 好 我们刺出来了 是11.437米 现在我就从这个11米的高度放下这个铁球 我们看到从11米的高空上落下来 这块比人的头盖骨还要硬的 头颅骨模型已经被砸成了这样 从一个实验就能看出 高空坠物十分危险 对受害人的事 远的不说 就在离炎炎初市100多公里之外的成都 也有一个人遭遇了类似的事情 陈涛说 现在还能站着接受记者采访 仅仅是出于运气 虽然看着和成人没什么两样 但陈涛的身体时常能感觉到疼痛 而这一切都和六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有关 2011年8月15日下午 陈涛的女友要买手机 他特意从单位请了假 骑着电动车带着女朋友 就在经过这个路口的这个位置时 意外发生了 很快 有过路人拨打110 拍下了这段视频 当时在现场 大家还发现了一些杯子的碎片 在现场的七嘴八舌声中 陈涛就注意到 自己是被一个杯子砸成了这样 110随后到了 将他送去医院 他被诊断为颅骨开放性骨折 还好手术比较成功 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 陈涛艰难的进行康复 右半边一点点的恢复了知觉 可是每天都在增加的 医药费让陈涛家人很发愁 家属几次来到事发地 想讨个说法 陈涛说 当时事发地边上的高楼 只有这个锦阳商煞 杯子肯定就是从商煞里掉出来的 但麻烦在于 他们找不到直接的责任人 而且商煞还不同于 相对封闭的居民楼 商户数量多 人员流动性也大 陈涛随后请了律师决定起诉 在一开始的起诉状里 陈涛提出要商煞内的22户商家负责 等到法院调查后发现 锦阳商煞的六楼 还有一个临街的公共平台 没有上锁 也就是说 整个商煞26层都是相通的 包括地下的商户 都有可能上楼扔下陶瓷杯 这样一来 被告数量就大大增加了 陈涛他们一一核实 最后确定了100多个被告 提出了22万元的补偿 三年后官司开庭 此时 在锦阳商煞办公的 有些公司早已搬走 法院光是通知被告出庭 就花了不少功夫 开庭那天 有20多户被告代表出庭 根据已查明的事发史 建筑物使用人的情况 本院的确定以下124伏商将 各分担陈涛的损失 1230元 算下来 陈涛一共获得补偿15万余元 受伤三年多后 他才陆续领到一些补偿款 但直到今天 仍然有不少被告 没有履行判决 陈涛的遭遇 周玉夫妇也听说了 他们心里也明白 官司不好打 本来因为妻子一直神思恍惚 周玉几次让他去娘家休养 避免他触境生情 可是对于这对夫妇而言 想走出阴影 谈何容易 他们说 不管最终结果如何 他们最大的希望是 这个发生在自家女儿身上的不幸 能让所有人警醒 找到随便那个家庭的人 找到生活人 还肯定都是 都是给家庭朝生不幸 和痛苦的事情 刘教授 你看真正打起官司来 也不是那么顺利的 为什么这些受害者 维权起来会这么困难 他觉得这个 你们对这个法律制度 他觉得不熟悉 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从我们一般的这种公平 是非这个观念来讲 他觉得是难以接受的 被告被告想免除自己的责任 必须证明 行为发生当时 你绝对的不在现场 你不可能发生这种行为 它是一个比较新的制度 它的法理依据 主要是基于公平原则 因为它存在一个受害人 人身或者财产权利 受到损害的这么个事实 无法确定具体的 侵权行为人的时候 可能就使得受害人 无法得到救济 填补损失 对受害人进行救济 这是侵权责任法的一个 主要的功能 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讲 它可能还存在另外一种功能 可能就会一定程度上的遏制 这样一种不文明的一种行为 因为你住在 比如说这种小区里面 构层建筑里面 它随便往下面扔烟钢 扔其他的一些物品 有的呢 它不经那种谨慎的义务 它阳台上种的花盆 它不进行固定 不加固 对不对 可能风一吹 也可能会倒下去 它都不是故意的 但是也说明就是说 你住在这种里面 你有你的这种 一种公共安全意识 关心他人 为他人利益计算的 这样一种考量 如果你没做到 你就可能会被拉进去 承担一种责任 高空坠物 又被称为 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周郁夫妇为此痛失爱女 陈涛康复后又艰难维权 这些无辜的受害者 最深的体会了这种痛楚 其实这种痛 跟每个人都有关系 它不仅是一个 严肃的法律问题 还是一个基本的 文明常识问题 好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今日说法 也感谢刘凯湘教授 参与我们的讨论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 接下来给您播出的其他面 再见